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司法界观就是理义法界 理义就是理体 法界就是这个形 就是说 从佛法来说就是像 就是性 就是形而上的 本体界 理体 司法界就是讲形而下的 讲到一切事相 事事物物 世间一切都是司法界 就像精器是事法界 精的直就是理法界 这两个不相爱 所以叫做理事无碍 因此禅宗所谓行立坐卧 行立坐卧就是事事物 挑财运水 迎宾送客 卧室放尿 茶来茶去 所谓的赵州茶 赵州产之所有人来都喝茶去 还有云门就是丙 云门丙 这些都是事事物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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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来眠 吃饭睡觉嘛 都是失法界 但是一般人只有事没有理 所以禅师就说了 为什么吃饭睡觉 寄来吃饭困来眠呢? 一般人就是千般计较百般虚索 吃饭咸菜这个不好吃 那个又不够胃 挑剔得很 睡觉的时候想东想西就是睡不着 今天没赚钱 哪些怎么样心动就在计较这些生意 万般计较 人事的计较 牵挂 烦恼 所以理事就有爱 禅宗就要理事无爱 就是性向圆融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禅宗为什么说 行立坐卧挑财运水不离这个 这个是哪一个 这个就是好像这些都像移情画头 吃饭鸡吃饭困来眠 都是随缘任运不起贪承 不起世俗之见 就像镜子硬物一样的 万用不穷 我们硬物像手机照相 它就照一个像在那里 镜子照了像它不左像 镜子照一个一顿钟的吃头 它镜子也不会重 好 这叫做理事无爱 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 事事无爱 事事无爱法界 各位可以参考月映万川 一集一切一切集 建立在理事无爱上 一法为缘起而空心 法法都是缘起而信空 法法皆为缘起而信空 所以就像后面A等于0 B等于0 C等于0 所以A等于B等于C 一为单一命体 举凡一沙一华一花一草一人一刹挪 一界一佛一佛画土 一切是全称命体 如宇宙全体恒河沙界 众生无量界一切法界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画土都要一切 这就是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一可能是一根草一根花一木 一切是整个宇宙无量界 无量法界都还设在一面 这个上一次我们看了 这个法 永家大师《正道歌》里面有一段话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色 前面有讲过吧 这边各位看这里 第十四页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色 诸佛法身入我心 我心还供如来河 有一句话叫做千山有水千江月 千江有水千江月 就是说天上的月亮是一个 是体一切水海水湖水川水沟水取水湖水潭水 碗里的水就是一切水 而这个水呢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说天上月亮是圆的 请问湖里的水海里的水 潭里的水沟里的水取里的水 碗里的水是不是都是圆的 都是圆的 都是圆盘的 并不是说千江有水千江月 分蛋糕一千个人 每个人千分之一 并没有这样 都是圆满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修任何一做法 动任何一个念头 它都是圆满的 并不是不思不思 持见持见忍入忍入 经济经济波尔禅定不一样 同样是不思有法不思有才不思有无畏思 其实懂得圆教的道理全部寒舍在内 好像十大愿亡 一个愿亡就是一切愿亡 一切愿亡就是一个愿亡 挑财运水 窩死放尿 迎兵送客 都是圆满的 这个就叫一吉一切 华言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圆教的思想就是一吉一切 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功德圆满 就是做一切事 所以华言在经在说法的时候 十方罗来动同 一佛图师万佛涌护 十方佛土的佛菩萨都来拥护 一般人会说 这哪里可能 这就是神话 没有办法用我们凡夫的肉眼 我们的逻辑思维来想通 所以只有用神话来形容 那变成小说了 但是诸佛的境界 它就是这么样的奥妙 我们如果听华言经 听和尚讲华言经 他讲了很多 哇 周遍圆融的道理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 十方法界都是一样 十方的诸佛都是一样 部分你我不像我们 我们人不是啊 我各行各业各管各的 每个人都想到自己的利益 利益团结互相纠葛 国家跟国家之间 人跟人之间 都是互相纠葛 在诸佛境界中 都是互相原色 原通 无碍的 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一个笑话 就是说乾隆皇碰了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就经过一座桥 四方形的桥 有没有 他说四方桥 从四方桥来讲 四方形的 东西南北 四方桥 反面说桥四方 四方桥上有四方 四方四方 四四方 可是他说对不出来 要对对子啊 后来庆说是乾隆皇就对了 万岁爷 三个字 爷万岁 万岁爷前呼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 万万岁 所以说对得好不好 对得很好 我记得他这个我也对一个 如来佛 佛如来 如来佛外有如来 如来如来 如如来 诶 这是我们华言的 还有夏莲 十方界 界十方 十方界内有十方 十方 十方 十四方 我凭什么对出来 这是我们华言的原种 一集一切的道理嘛 我们华言经你要听懂 你要懂这个 原教的道理 它那个是 有点拍马屁啦 万岁万岁万岁 我们是 这华言的原通不爱的境界 来解释这个道理 就是一集一切一切 一切集一 所以华言经所有 几乎都是 为什么出发经集成正觉呢 了解这个道理 为什么一方佛出世 又十方 诸佛菩萨都可以相容相色 来此聚会呢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四四五爱 这样子 好 这是我们谈到 华言经的一个肃胜的 就在 这个四个法界观 注意到 这个四个法界观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四十五万 它为了说明说 这叫理法界 本体 这叫四法界 这是现象 其实呢 这两个之间 是相容的 所以叫理十五万 既然理十五万 所以四十五万 一集一切一切 一集 所以它 虽然分了四个法界 其实只有一个法界观 为了说明方便 把它分为四个 是这样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表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表 这个表呢 一个坐标 一个圆圈 这个表是什么 这不是几何图形 它意思 各位看 下面有说明 有XY XY是重的 有PQ 是横的 重横 这样 那么 XY跟PQ 然后造成了一个圆圈 就有A B C D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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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XY PQ 相交的 中间 就是等于说两个轴啊 叫做 0 写个O O 这个几何里面 就是有个坐标 两个坐标 合起来 那个就是0 对不对 0的话呢 各位看 XY轴 与PQ 二轴交叉 纵横 两个坐标处置 O 表示性空 O为所有物质事物 以数字的基础点 这几何也是这样的 我们学几何这个基本概念 我想大家都有 归0啦 没有0就没有1 那么第三 P O P Po 表圆起本质为性空 Po 幽假入空 色势入力 各位有没有这个表 没这个表没关系 听听 有了 OQ 表性空不碍元起 现在 我们看一个后面这个心经 跟各位说过了 心经里面不是有吗 色力指示诸法空向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对不对 色想形式亦服如是 有这几句话 色不亦空 什么叫做色不亦空 一般的版本 我们看到有的一般版本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 就是说明一个道理 色空不二 本来它就说一个道理 色空不二而已 但是呢 我们古德 我们 台湾有一位天台宗的祖师 叫什么 各位知道 叫做兵宗老法子 各位听过没有 兵是文武兵 文武兵 宗庙的宗 他是 曾经去大陆去修天台宗 他解释这一段话 用天台宗的道理解释 解释得非常好 他说 为什么叫色不亦空 跟空不亦色 是不一样的 色即是空跟空即是色 也是不一样的 色不亦空是凡夫 都因为执着色 执着外境 所以呢 用空破字 所以用空来破它 就是由缘起趋向信空 这个是小陈圣者所修 就是阿罗汉所修的 有缘起 就是一切色都是缘起法 因云甲合 幽甲入空 去向偏空 这个空是不同于色的空 叫做色不亦空 就是对凡夫而言 能够正入空的 世间法都是讲有 出世法才是讲空 正入的是偏真涅槃 空不亦色是针对二层人说的 因为二层人执着空 所以他用缘起 空不亦色 来对顿下药 从空出甲 前面是由缘起趋向信空 就是到体 空就是体 就是那个O 那个zero 然后呢 角层人他要从空出甲 甲是什么 世间法是缘起了甲 所以你正入空性之后 正到了本体 你还要去到世间修 大乘菩萨臣嘛 菩萨臣不是坐在山 断绝人世 不与人世来往 菩萨臣必须要在世俗地 所以跟大乘大众结缘 要从空出甲 这是属于大乘全教菩萨所修的 以上二者 色空对立的 色不是空 所以告诉你色不亦空 执着空 执着空 我告诉你空不亦色 所以一个是最偏色的 要让你去想空 偏空的 让你从空出甲 这是二分的一个方式 接下来呢 色其之空 是先射妄向归真空之体 是一体起用从空入甲 为全教菩萨所修 再次 色其之空 空其之色 缘起是生灭法 不爱信空不随便法 信空不爱缘起 体用一如 这是实教所修 讲到这边 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天台中 它的修行方法 第一个 就是要修的 不是有一句话吗 天台中 中观有一句话 我们前面好像用过了 说 在这里 中论 中论这句话 他说 中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无 或者是空 亦为是假明 亦是中到亦 对 中观 中观就是中 空 不偏缘起 不偏缘起 不偏空 那么 中因缘说法 就是色 一切的设法是因缘所认的 我说即是空 就是色不亦空 从缘起而性空 是正到体 体就是0 0 亦为是假明 依性空亦不破坏假明 不破坏事件的假明 不破坏色的缘起 亦是中到亦 缘起跟性空 不二 即空即假即中 色空不二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这几个字 因缘所生法 色不亦空 我说即是空 不破坏 但是呢 为什么要说呢 亦为是假明 就是假明 假明也不能破坏 意思中到亦 假明就像我们刚说的 指头还是要有 经典还是要有 没有经典 佛在《华言经》里面 到后面说 入不识意法界品 入不识意法界品 是不能用原文字的 可是前面是可识意法界咯 前面先要有可识意了 才能达到不可识意 你如果都是不可识意 根本都没有办法说了 没有办法讲了 所以这是假明 假明也不可破坏 知道它是假明 你了解之后 楼梯上去之后 这个楼梯可以不要了 这不是过河拆桥历史 在过程中你必须要有 所以呢 这句话 中英元说法 我说即是空 意为是假明 意思中到义 就是在说明空假中色 三样东西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后面还有一句 已有空意故 一切法得成 若无空意者 一切者不成 就是空几十色 已有空意故才有一些色 如果没有空 如果没有空 色也没有 好 那么这样一个 中观的这样一个思考逻辑 空不亦色 把它更清楚地来说 对凡夫来说的 你知作色 我告你色不亦空 对二人来说的 你知作色 空的 我告你空不亦色 然后最后呢 色即是空 酷即是色 这两个色空不二 同时 所谓缘起 是不障碍性空的缘起 所谓性空 是不障碍缘起的性空 这个时候 就是实教菩萨所修了 缘起不爱性空 性空不爱缘起 体用一如是实教菩萨 前面呢 有次第的叫做全教 先空 次甲 次中 这叫全教 即空 即甲 即中 这就是 原教 所以你看 色不亦空 先空 空不亦色 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中 所以 精精的这样的一个 这几句话呢 就把它 分了几个等次 一个对凡夫 一个对二臣 一个对全教 然后它是实教 这是天台的一个 即空即甲即中 的中道义 也就是说 众英言说法 我说即是空 一为是假明 一是中道义 这四句话呢 变成一个 一气恋成 这就变成中道义士了 如果不是一气恋成 所以 这个 天台智者大智 一般人不可能 一步达到 所以先告诉你 空 然后再甲 然后再中 天台叫做次第三观 极空极甲极中 这叫做圆融三观 圆融三观是 圆教菩萨 实教菩萨所修 次第三观是 一般人先告诉你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才就是心经 重点的这个 这几个 在这个地方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表 说你看 P O 从P到O 要圆起本质为星空 就是P 在这个圆圈上面 任何一个东西 只有中心是零 中心往两边上下 就有A B C D P Q X Y 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都是属于圆起法 都是圆起法 都是圆起法 那么 从P 从外圆 回到中心 叫做圆起 的星空 从星空 从O 到Q 就是 所以有假入空 第一个是有假入空 摄氏入理 从星空到圆起 就是叫做 星空不外圆起 是由假 由空入假 理 览 是 有时候用我们华言所讲 理就是理体 是 就是圆起 就是现象 各位 各位懂的意思没有 懂的意思一看 否则就被它搞得迷糊糊 假 圆起 假 假要入空嘛 摄氏入理 入到本体 然后由本体进入就是理览事成 O P O Q O P O Q O 一个从P到O 一个从Q到O 一个从外圆到中心 一个从 另外从 外圆到中心 所以这两个圆起本质为星空 由假入空 知识入理 P O Q O P O Q Q O 双向同时交错而行 表圆起一心空同时交融 理事无外 一个是P到O 一个是Q到O 就是一个 这两个互相交错 而 XY PQ XY PQ 租点 金表是现象各种无相 所有圆圈的地方 当然都是各种无相 唯诸圆起 因诸圆起 盖属信空 故圆起 与圆起之间 自互不相爱 四伪四似我爱 这个应该是这样 一个是P到O 一个是O到P P到O O到P 这样子 就是双向 双向 就是圆起跟星空 星空到圆起 圆起到星空 就射即是空 星空到圆起 空即是射 就是简单说 射空不二 这就是双向 这叫双向 但是这个外圆所有这些点 这些每一个都是圆起法嘛 它的本质都是信空嘛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互不相爱 所以把它变成一个四十五外法界 所以把它变成一个四十五外法界 就是我们用表格的方式来说明 这个圆起跟信空的一个关系 这边讲就是实教菩萨 虽然不辨 不辨虽然 双向无碍 性向隆通 一法如此 法法如此 就是四十五外的法界 是如此的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要了解一个什么呢 就是 这边有个叫做一切之 一个叫做道种之 一个叫做一切种之 什么叫做一切之 就是了解一切法 一切之 一切之三个字 一切法是空性的智慧 就叫一切之 好 又叫做一切之 一切之 懂得一切之的 这个人 就是说了解一切法是空性的智慧 就是色不易空 那就是罗汉 这边看到 就是阿罗汉 懂得空观 能够这一切之 懂得世间一切法 是空性的智慧 刚刚不是色不易空吗 懂得色不易空的 这个人 这一类的人 叫做阿罗汉 或者是圆觉的 说正道的眼 叫慧眼 金刚经有五眼 慧眼 能够见到一切法 这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般若里面有所谓的共般若 你看这边有 共般若就是三层人 僧文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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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的分斷生世 羅漢就是出離分斷生世了 沒有我們這個生老病死 因為空了嘛 無我 無我誰輪迴呢 我們因為有個我執 所以我們就有輪迴 我沒有我誰在輪迴 沒有主體嘛 所以羅漢就是從 知道色不亦空 第一句話 色不亦空 色就是世間一切的色項 都是空性的 這種叫對於一切世間 我現在主要的意思在說明什麼 把這個道理 把它用在那麼多複雜的名詞裡面 它有一個思考邏輯 有個背景在裡頭 空觀就是從緣起 色不亦空的 它是能夠破我之 出離分斷生世 破見識或敘除煩惱障 那就是羅漢 羅漢原覺 他所正的眼 叫做慧眼 因為要了解 了解這個 就是說 這些名詞不要記 你懂的話 你就記得 不是考試 慧就是能夠知道一切世間法 能夠慧眼觀照到空性的 羅漢就是空性 一切世間是空性 所以他能夠沒有我 所以沒有生世 沒有我誰生世 誰輪迴 沒有煩惱沒有見識或 因為有見識或 才有我之 那麼色不亦空 下面空其實是色的時候 空不亦色的時候 因為羅漢是只到了 零到零到空性 可是它不能一體起用 它有真 有真的一切智 有真替 但是沒有俗替 俗替是要 你要在世俗 要達到 這個所謂的菩薩 必須要在世間修行 菩薩一定要在世間修行 你第一個你陣入空性之後 你不能說坐在你那個 寺廟裡面或坐在那個閉關在裡頭 你必須要在世俗殿 要藉著這些世俗 來破除自己的沉沙禍 所以各位看 沉沙禍是什麼 眾生的禍像沉沙一樣 就像說一個人學醫學成了 不是說我學成了就好 我學醫我要去玄弧祭世啊 同關在暴 我要去幫助別人 我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會不同的病徵不一樣啊 我的醫生 我必須要接觸 那麼多形形色色的 這個病人啊 眾生啊 所以我要破除誰 破除自己的沉沙禍 我幫助眾生破除見識貨 可是我自己要破沉沙禍 你跟他 他跟他 每個都不一樣 這就是從空出甲 甲就是世俗的甲 因緣甲合嘛 道總之是修菩薩道 要修的種種不同的 剛剛都是一個都是空啊 P到O 現在從O回到P 回到Q 或者回到X或者Y 他要修 菩薩要去修的 要去圓滿的 那個就叫法眼 諸法不同的 法眼 法眼是要依 體 啟用 一切之只證到體 所以羅漢比較不渡 比較不渡宗 菩薩必須要渡宗 不渡宗你不能圓滿 不能破除 成沙的禍 那麼後面就是中觀 你看 假觀 空觀 假觀 中觀是三個次第 中觀就是 這個菩薩是實教的 極空 極假 極中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都有它的邏輯 我反反覆覆地講 就是要記清楚 那一切總之就是 一切之加道總之 一切之 我這樣就很好記了 加一切之總 一直到別 一個是總相 一個是別相 一個是真替 一個是俗替 一個是空觀 一個是假觀 然後中觀 那就是佛果 就是佛言 所以要 就是這樣子呢 要去做什麼 便宜生死 便宜生死 芬蘭生死是有個身體 我們是有個身體 便宜生死是念頭的生死 是一生生 叫做一生生 意就是不同的意 意生生 便宜生死 念頭的生死 菩薩沒有分斷生死了 但他還有 還有剎諾生命 念頭的生死 要破成殺禍 一直到中觀呢 就要破無名禍 假觀還沒有辦法破 破我們的無名禍 所以這邊偶遺大師 林宏東論裡面 有名義時同者 如天台中 一心三觀 這就是極空極甲 極中的叫做一心三觀 選手為之一針法界 選手就是我們華言中 這是一針法界 向中為之勝意為是 禪中為之向上一拙 為時少一掩 好 下面呢 有天如為則禪師 語錄文明說 極文字之為教 禮文字之為禪 天台華言都是教 禪非外教而禪 教非外禪而禪 就是教跟禪不能分 我們今天 有的人就說 我只要修行 我管你什麼 教理教 你教理不通 你怎麼修呢 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教理 是教理的邏輯 很清楚的邏輯 不能迷迷糊糊的 但是迷糊糊了 我們叫做隆筒真爐 蠻含佛信 就是我不清楚 我只曉得修 我去修修修 我不要管你什麼 什麼什麼見識或 城上無名或 什麼一切事 道中的一切種子 這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邏輯 一點都不 意思都不夠 修這個大法 你必須要去懂這個教理 他在說什麼 他為什麼說 不是說沒事找事幹 講一大堆名字 搞得你不懂我也不懂 不是 它是有很細膩的一套邏輯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用天台 用心音的幾句話 用中觀的幾句話 智子大師他把議員說什麼 我說其實是空 講到空 然後因為是假名 但是空就是假名不能破壞 一中道義 然後就說 心音這樣說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一個針對凡夫 只說射 一個針對二臣 只說空 然後對全家破綻空射為二 即是 即是 不亦就是說 這個水壺跟這個水壺是一樣的 這叫做不亦 即是就是說 這個水壺就是這個水壺 沒有換喔 原本的 很像還是兩個 這個呢就是同時的 即是 即是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一個從遠起到星空 一個星空到射 雙向從此到彼 從彼到此都是 圓通的 兩方面都是圓通的 我們的華語也有雙向 就是說 凡夫力貫通到佛地 因力貫通到果地 佛果位 我們都性起跟原起不同 佛果位射受我們眾生 就說我要爬 這個懸崖牆壁是直的 不需要彎曲啊 那上面有個人拉我 我在拉繩子 上面有個人拉 哇 就一拉就上去了 直接就上去了 上面那個人就是佛 果地 性起 寒色我陰地的果實眾生 果實眾生我要往上爬 兩個接力啊 兩個 因該國海果成因緣 這兩個貫通 就互相 火雄互相交涉雙向 這樣子才能夠遠通 所以後面就說 曰禪曰教明義是同 教明禪沒有差別 很多這些禪師他不是不懂教啊 他只是不在教理上 醫師跟你講這個那個 但是禪師不容易在哪裡 他教理很通 問題是說禪師如果 假禪師就累了 他講的時候我知道他講對 講不錯 講不對 我們懂教理的話 我們就曉得 咦 到底講得對不對 該同一致心之三條方便爾 佛說一切法唯獨一切心 我無一切心 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一如一方萬品 唯病症萬差而色 苟去其病則 溫良虛實之際何所失焉 就是說應病發藥的意思 比未達方便之理者 乃各思其所忠 教者以祭祀誦誦 眾喜依文解义為善 禪者以拍盲枯作不赦意路為高 各之一事彼此相非 苟非側悟之心 清見佛祖善權之意者 其是非何之而惜哉 就是說禪批評教 教批評禪 就要說你們得搞一些學術 搞一些理論 那都沒有用 那博羅用了 好好修行 這是一種 另外說你不學教理 你修什麼 既要修又懂教理 這就是禪跟教 忠跟教的合一 這是我們的五祖 五祖 這個忠祕 它叫宗教合一 他強調宗教合一 這就是這個地方 這道理 講到這邊 我提一件事情 我們修禪的過程 有一次我有一個 某個學校的一位學生 他寫了一個有關修禪的東西 結果他說 老師我很認真 他寫的那個論文 就是他修就按到這個 怎麼修怎麼修 那他電話跟我講的時候 我說你這樣修 你的眼睛會紅 有延遲 而且心會跳 會很佛照 火氣很大 口會臭 結果這位同學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是過來人 你太用心了 因為我們說學佛 你太用心的時候 我們講心屬火 太用心的時候 火就開始燒了 就跟多那鍋子 它燒開了 不是燒焦了 有一次我就是用心太過 哇 學佛 哇 明頭明頭 很認真啊 結果我什麼 虛火 就屁屁 這個心字跳 我過來找個中醫把脈 他就給我什麼 大黃黃琴什麼 一大堆 哇 都是卸火的藥 但是忘記了 他說我那是虛火 食則卸之 虛則補之 後來換了一封藥 找了另外一個中醫 他說你這是虛火 不是食火 食火要卸 虛火要補 用什麼呢 用貴婦地方玩 用食前大補 補了一段時間補回來 換句話說 他講這個話 我懂這個道理 你說食則卸之 虛則補之 不是說火都是用卸的 有的要補 有的要卸 這就是一的道理 你不懂這個道理的話 所以法輪坦說 恰恰用心時 恰恰無心用 無心恰恰用 常常恰恰無 就是你用心之中不能太過 你不用心就什麼都沒有 你太用心太過了 就也會出毛病 所以有一次虛擬老和尚 碰了有一個人說 哎呀老和尚我胸好夢到怎麼樣 受不了幹什麼 老和尚說 你去跟人家聊個天 去沖個殼子 就是放鬆一下 他這 慘慘 慘得太用心了 慘了這個 你胸悶啊 整個鎖起來 老和尚說 你放鬆一下 這就是禪師 他要指點你 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 是這樣 所以說 應命與要 太重要了 不懂的話 就會出很多問題 好 我們今天就先 但是講到這本 到高音段了 好 OK 老師們 請請禮 向上詹問序 疑問序 戴問序 詹問序 老師學員相互問序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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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